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这个塑料品以这个线为中心剪下两块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要开始剪了吗 我们保留这两个部分 将小野掰出来的这块把它剪掉 相同的这边我们也将会剪掉 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是不是跟亮衣差已经很像了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加工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小野已经把它修剪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修剪完之后 用这个防水胶带把它固定在棍子上 让它兼顾一些 因为有的衣服它是非常的沉重的 缠上这个胶带呢 才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然后这边我们用团案的方法将它固定住 再把这位位置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 大家可以去找 您这样的化身衣服或者是取衣服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关注 小野每天都会有新的妙照给大家分享 下期再见